苗栗市公所2018年推出妇科铁马竞香活动 要重现60多年前苗栗客家的铁马竞香文化盛况 而随着今年疫情解封 一共吸引了300多位铁马勇士来报名参加 今天上午从苗栗市天后宫出发 展开围棋两天一夜 345公里的铁马竞香之旅 而其中年纪最大78岁的黄先生 他已经是连续4年参加了 3 2 1 铁马 铭笛声响起全场铁马勇士大阵仗踩起来 这可不是什么骑脚踏车比赛 而是全台唯一一场骑铁马肉劲 铁马车队一路浩浩荡荡从苗栗市天后宫出发 终点站云林北港朝廷宫 跳阵围棋两天 全长345公里的铁香之旅 年纪4年了 而且骑脚踏车对我来讲 减肥最好的方法 五对夫妻一起来 可以增进夫妻感情 马祖保佑 这场骑铁马绕镜是苗栗施工所在2018年推出的副科版铁马竞香活动 要重现60多年前苗栗客家居民铁马竞香盛况 今年敲定2号3号两天举办途中将入金八金公庙 绕镜最大亮点就是这台3.0版的马祖座驾 结合油电混合动力 原木屋顶也轻量化 设计改善 骑起来更轻更顺 不费力 两天的来回 讨厌着我们选手的体力 一早二到飞港天下 这也是宗教的传承 天马绕镜在疫情严峻时停办两年 今年随着疫情戒风 召集了300位天马勇士共襄胜举 一同回味客装特色的宗教文化 借张欣杰苗栗 藏导